我今天希望把台英外汇里面的资料 最后可以快速的帮我把它执行之后 显示在我的Python这个地方程式里面 那这里的话最后结果我希望看到 就是把网页上面看到的这些东西 包含就是说币别列一个 然后现金买入卖出这两栏 然后集齐买入卖出这两栏 可以帮我把台英外 当然这个地方延伸出去不只是台英 其实各个银行的你也可以去把他们的网站资料 通通抓下来 也可以再练习一下 里面的话大概会有哪些重点 第一个其实我们一样先到台英的官网 第二个话一样观察什么 我要的资料 所以我要的资料第一个就是这个的名称 然后现金的买入卖出 集齐的买入卖出 大概有五个栏位 那我要怎么样把五个栏位的资料抓下来 第一个观察这个资料 名称检查一下 那特别注意 不过你会发现 台英外汇的官网有点怪怪的 你会发现 如果他变窄了 他会少一个什么 现金出现了 拉过来之后 集齐才出现 意思就是说 他会去看你的宽度 如果你比较窄只会显示现金 如果你比较宽 集齐才会出现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你要观察 再看好像有点不见 教过一个方法 上面有三点 你可以找到三点里面 把它改成什么 把你右边的东西放到下方 这边不是有三点 变成在下方 这个Duck to 这个Button 就把它放到下方去就OK了 当然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在三点把它改成右边 这样就OK了 所以有时候 你要检查网页里面的东西 但是它又靠这个东西变化的话 你可以改一下 它停住的位置 把它放到下面 这样的话 我可以观察一下 第一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我知道 它叫DIVKIDDEN 这个FORM PRINTERSHOW 这个名称 反正就是这个名称 它的 它的TagName是DIV 所以要抓这个 然后这个是它的SHOW的名称 另外这一个的话 检查一下 OK 它是TABLE TD跟这一样 TD 然后它的CLASS名称是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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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有没有关 什么什么CASH 它这是现金嘛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检查一下 你会发现上面下面两个一模一样 所以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它这边一个 这边有两个 所以一对多的关系 一个这边有两个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对二的关系 旁边这个也是一样 只是说这个SLIDE 这CASH 大概知道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刚刚的东西直接写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一样用GET 然后怎么样呢 把那个我们的网址给它 那这里的话会多一个啦 就是说UTF8 encoding 不过这个好像有加 没加好像也没有关系的样子 这个可能我这边之前有写啊 如果说你网页的编码方式啊 假如预设UTF8 我记得好像可以不用加 我这个试一下 如果我用这一行不加的话 看会不会OK 好像OK 除非说是CP950 才需要加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把那个资料爬到那个 用BeautifulSoup 帮我把它爬到SP物件 再用FindAll的方法 所以这边的话 我这边有三个物件 三个变数 第一个的话是DataName DataName指的就是 是币别的名称 所以DataName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 这个区块 美金一直到什么呢 这个非国的Piso 那另外的话这个Data1的话 指的是这个现金买入 跟现金卖出 所以这两栏哦 所以呢这个是1对2的关系 那这个Data2的话呢 是集席的 两个栏位 一个是这个卖出 跟那个买入哦 所以是一个名称 对两个资料 一个名称对两个资料 所以哦 我分别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抓回来之后 那接下来哦 可能遇到另外的问题就是 我把这个名称 上面的栏位名称Printer 中间加Tab 但是呢 我要怎么样刚刚好可以 一个名称 输出两个 一两个 有没有 所以Name一个哦 那这边可能要两个哦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哦 这个Data1里面哦 假如说是123456789101112 所以这个DataName里面有12个 Data1跟Data2就会有几个呢 12乘2哦 乘2为什么因为他这边两个嘛 那所以呢我如果将来要输出刚刚好 可以输出一个 顺便输出两个的话 那我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那我会想很久 后来发现哦 其实也有一个方法 所以底下的方法是我想出来的 就是一样给一个N In range 0到DataName的长度 那其实就是0到11吧 应该12个吧 因为从0开始 那这个地方 总长度是12啦 所以回来就是0到11 那我print的时候呢 就print什么呢 DataName 所以他会先抓第一个美金 但是后面的话呢 我会有两个哦 所以Data1会输出两次 第一次的话先输出什么 输出那个 先输出他第一个0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要怎么刚好 这边是输入0 这边要输出1 因为要输出两个嘛 012345 那我就想一个方法 就是用N乘上2 OK 然后后面的话 N乘上2把它加1就可以了 就是他跟他的关系就差1嘛 OK 那其实这个后来我是想的方式 后来我有画一个图 因为蛮多同学一直对这个都不是很了解 那其实我是这样啦 因为我推敲的方法 我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Excel 0到假设18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一定是0 1 2 3 因为要抓的位置啦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他基本上都是相差2 这边也是相差2 但跟他的关系就差1 有没有 所以如果N的话 那就乘上2之后 那这边N乘上2之后加1 那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大概会有这个对照图 如果你对这个逻辑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对照图 或者是说啦 如果你有更好的写法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有更棒的写法 最好是用你自己可以理解的方法去写 因为如果是你想出来的 你一定不会忘记 因为这个是我写的 所以我很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自己写的就很清楚 所以这个是我想出来的方法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它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他先输出一个N 这个关系是乘2 这个是乘2加1 然后面的话 data2也是一样 所以分别就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怎么样 执行之后 他就把结果 这个是N N乘2 N乘2加1 这个也是N乘2 N乘2加1 那分别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边所有的那个汇率 帮我做输出 那后面其实还没结束啦 应该要把它输出到资料库 或者是输出档案的 只是说因为这个后面练习 可能要交给各位啦 所以回去的话 这个有关怎么样把资料呢 再输出到资料库 或者甚至如果你对于那个云端资料库有兴趣的话 可能就是自己再把它类型 不过可能要看这个同学的支持啦 所以今天因为最后一次上课 那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多 所以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尽可能的给各位对于那个Python的一些 比较像 基本上已经算完整的了解啦 但是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因为目前 Python能够做的事情差太多了 它几乎是实相全能 等于是大数据分析 跟Fintech 3.0金融 或者跟工业的工业3.5 4.0 或者跟物联网 或者跟什么机器学习 或AI人工智慧 还有什么 还有影像辨识 反正你想得到的 基本上都可以用Python去做 所以未来Python真的是 它的潜力无穷 但是你要能够把这些东西 跟其他做串联 恐怕还是要花一点力气 像我刚刚提过 跟VBA串联部分的话 那你回去的话 可能还是要花一点力气 那OK 那剩下时间的话 请各位把这个 这个金融部分 就是台语外汇部分 试着把它完成 那时间我想 今天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的课程 这一期的课程大概就先到这里 那请各位就是说回去 像云端的影片 还有那个 就是云端的东西 如果你将来还会用到的话 我是建议 你不妨自行做一个备份 因为这东西 我不保证它永远都会在云端上 但是也不会说 课后隔天就不见了 那就是自己要做备份 不要说隔几年之后 真的我常常遇到就是 几年前的学生 写信跟我讲说 老师几年前的东西在哪里 我怎么找不到 这怎么办 我不回复你 回复你 我要怎么回复你 对不对 所以还是自行备份一下 另外尽量还是多花时间 因为这东西其实 主要还是要实做 尽量找案 那当然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 可以在名端上 也许比较明确让我知道 比如说影片上面有什么问题 那你也可以直接在下方留言 或者是说一些问题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 解不出来 但你比较具体的 让我知道的话 也许就可以帮你一点忙 那尽量我会再回复 请各位就试一下